我會覺得這個空間是一個 我和客人交流的小地方 而我覺得這個地方 都可以成就了很多開心的時刻 香港是窩居 你也知道大家都很難買到樓 包括我自己也是買不到樓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很需要一個空間 去和朋友聚會 甚至乎是煮飯給男朋友吃 所以我就開了這個出租廚房 去租給大家可以煮飯、喝酒、聊天、聚會 當初開業的時候 市場上是有一些烹飪室 可能說1500元一個小時 你要租5小時起? 不是一個普通人可以負擔得到一個價錢 所以我會覺得我開的時候 市場上是沒有這件事的 而我是第一個主打租廚房的公司 首先我們可以做到一個價錢比較相宴 其實是千多元 而我們就比較方便 不需要說談 你搞什麼我才可以看看做不做給你 當初我跟家人和朋友說 我要出來做生意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什麼來的? 沒有這件事的 你不行了 但是呢 我本身是一個好性的人 你告訴我做不到 我偏要做給你看 我們開廚房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均衡和有少許薪金 隨著我們現在開了第二和第三間廚房 我盈利就當成大幅左右 那個數額大約是一個可以足夠我生活的人工 創業到現在七年時間 我最深感受的是 你不知道未來是怎樣 但是只要你走出去 你一步一步 就會做到你想做的事 你不應該是因為怕你做了會後悔 你應該是怕你今天沒有做這件事 將來會後悔 我最深感受到你 你一定沒有做這件事 我會想想做了 我會要做的事 你 interacting坐 你應該是一步 你也在想做這件事 我會想做這件事 我會想做的事 我會想做到這個 我會想做這個事 李小姐姐 我會想做這個事 我會想做的事 我會想做的事 你應該是一步